在高晨界有一只新生力量非常受关注 那就是嘻哈包袱铺 因为主打年轻人群 题材又是时下热点 所以非常受关注 其实在历年的央视春晚上 相声一直都是必不可少的节目 那作为嘻哈包袱铺的掌柜 高晓潘同学想不想上春晚呢 肯定想上啊 我特别想上 真的 从这话里不难听出高晓潘对春晚舞台的期待 不过虽然一直打这80后的旗号深得年轻人喜爱 可出道这么多年 期间也多次努力要上春晚 但最终都失之交臂 不知道今年他们上春晚的步伐走到哪一步了呢 现在有和导演组接触吗 我们在准备作品主要是 主要是在把作品拿好了 你作品不行怎么接触也没有用 对 我们俩也不是靠送礼上春晚的人 对 千宝灭协业了 虽然高晓潘游线超两人很自信 可要真正登上央视春晚舞台并分一世 展望一下今年语言类节目大热人选 郭德纲于谦无疑是呼声最高的 年轻组合中 开心麻花曾多次上过春晚 人气口碑都不错 再加上其中成员沈腾 还是今年春晚导演团队中的一员 这样看来高晓潘上春晚的路并不好走 那人如果俩人也想上去嘛 最大对手是谁 我们没对手 反正这一年当中 游演超我们俩是在认真的说相手 今年要求的作品是作品为王 它的内容性啊 包括讽刺性等都要突出底线 所以说这个挑战还比较大